台灣海峽 有人說這裡有一個神秘的地帶 很容易發生飛機出意外的狀況 發生意外狀況之後 其實真的也很難找回來 這個神秘地帶從山雕角 就是最北端 台灣最北端的山雕角 然後到琉球海溝 然後再從琉球海溝延伸到 現在的蘇澳這一帶 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之間 那慧敏 你知不知道 日本的漁船 那個時候他們都用流翅網 就是拖網漁船 那種拖網漁船 結果有一次居然在琉球海溝的邊緣 撈到一個尾翼 這個尾翼它那個編號好像是1102 日本就覺得非常奇怪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所以防衛隊馬上過來 一檢查的結果 慧敏那你曉不曉得是 哪一個國家的飛機 我們的我們的F-51重視 他們把它送回台灣 然後說也奇怪 那一艘漁船找到了以後 就是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又有兩架被找到 我還記得一架好像編號是1108 一個是1102 1108各位去看這兩個數字 沒有什麼玄機 我可以告訴各位就有玄機 據統計F-1凍4 它加起來是4的話 或者是10 就是1102 或者是1108 加起來是4或是10 非常容易出事 結果日本去研究了這個問題以後 各位曉不曉得日本做了一個最大的改變 就是說反正 日本它也有飛F-1凍4 它就告訴我 它說是不是以後1102、1108 加起來是4或是10 通通去掉 通通去掉 結果縱然去掉 還是失事 那還是失事 那我就講台灣的部分 台灣先後就有三架 它是在哪一個地方失事的 結果一架是在北部 北部的正北方 就是彭加宇正北方那邊 那另外一架呢 是現在就是蘇澳的一帶 還有一架呢 是巴里 巴里到觀音山那一帶的出海口這樣出去 三架都是三個不同的地點失事 結果他們就判斷 這個地方的海域 應該是有很特別特別的東西 還有一點 惠敏你大概不知道 通常一般漁船如果撈到這個東西的話 第一方面你除了要祭拜 然後日本 日本記者跟我講 他說他們是 他們有三艘船是發現了F1洞式的殘害 然後把他送回台灣 送回台灣以後 結果相繼出事 這些漁船相繼出事 到了最後日本也沒有辦法 就請那個陰陽師來稍微坐一下 坐一下以後呢 他們跟他講 就是說這艘船半年以內不能出海 然後你全部的油漆 還有全部的船殼 你都要漆得漂漂亮亮的 光亮光亮的 然後半年以後 他們出海都會滿載而歸